双手缠绕在一起受困其中 另一方来帮忙结尾 志工从中体会到仿视技巧 受困者就是感恩户 解救者就是仿视员 当仿视员跟受困员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找支援了 理论结合实际案例 再加上角色扮演和游戏 这是今年针对主则开设的仿视研习班 六堂课程涵盖十项 主则应具备的能力 结合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因为我们的主则 其实是在一线负责我们个案的志工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主则 他们在房市工作里面 不是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关怀而已 我们就也通过日常的这个工作经验 总结了他们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 还有他们时常会面对的一些个案议题 设计综合成我们这一个 组则培力计划的课程 在五年里面的那个经验 其实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做 和我们的领导教我们怎么去做 经过这个培训过后 很多东西有得学到 要怎么去跟港湖互动 还有团队里面的沟通 所以非常索用 不只是接受新知识 也让资深访识员得以温固之心 找回出发心 在房市有在做了几年 可能接下来不用上课 这样子我也没有想象过 不只是复习 也是要来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那个观念 和上人佛法的观念 有没有继续的吻合 随着那个资讯的不同更新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式 所面对的那个感恩户的那个问题 也会每一次都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要持续 不断地更新这一类的知识 也知道怎么更好的 帮助我们的感恩户 慈善与智慧并行 才能给予更适切的援助 房市路也能走得长远和踏实 大爱新闻张艺佳 周正阳新加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